1 2 3 1 2 3 好硬喔 這場 怎麼這麼快就下來 大家再回去 下一次 既然要拍電影版 我當然希望整個格局會比影集要大很多 所以在工地的挑選上 我也就比怎麼難搞怎麼找這樣子 這一次的場面真的非常的壯觀 就是玩得比影集還要狂 那這個工地對演員們來說會有個大問題 就像因為是國際型的大型工地 所以它整個高度更高 然後行走的困難啊 然後需要的技術什麼又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課程也更麻煩 就要去做高空訓練啊什麼的 對 這只是 手沒力了 那個其實是一個專門負責教育訓練的一個地方 他們都訓練很多的這個公司的員工 那那個訓練的一個重點就是 有一個木頭直徑只有30公分 然後它有19米 雖然有保護 可是真的就是很高 很難的是都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扶 真的沒有想到爬 我那種爬還好啦 然後去到現場我們看到那個工地的那個槓鐵 我跟柯舒妍兩個就開始害怕了 踩上去那個槓鐵的時候呢 腳開始軟 因為其實當我要求演員要做這麼高難度的動作 我其實是很掙扎的 我想要呈現給觀眾看 更多的工人細節 讓他們知道他們有多困難 或是多危險 或是多厲害這樣子 可是我同時也承受著 萬一演員受傷怎麼辦 我們一起經濟獨立好不好 一二三 好硬喔這場 怎麼這麼快就下來 大家再回去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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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手的部分 我也是在開拍前 就開始回去 重新熟悉跟練習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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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難的 但是就還是盡量去完成 上輩子怪手偷胎 下一次 下一次 請大家一定要期待我們這個做工的人 我相信這個電影也會帶給大家歡樂 然後溫馨感動一定會有的